你的言語 在我上堂 何等甘味 在我口中 秘密更甜 在我口中 在這個經文中 摩西很強調一件事就是 權利的問題 有優妻的權利 究竟被優的妻子 她有什麼權利呢 不單只是這樣 如果一個剛剛結婚的人 她要當誰的時候 她有什麼權利呢 還有一個借貸者 她有什麼權利呢 還有一個被拐的人 她有什麼權利呢 加上最後一條條例就是 如何處理麻風的問題 在讀經之先 我們一起有一個的祈禱 親愛的天父 我們知道 是每個人都有一種權利 摩西呢 都是用很多篇幅講到 是婚姻的問題 主要今天 我們面對著 婚姻都非常混亂的世代裏面 神始終都是讓人知道 是要保守婚姻 主要求你給我們 是知道 這個世代裏面 我們真的要 是強調一夫一妻的制度 也都其他的經文裏面講到 我們要有一種的權利 神給了一種權利 就是保障著人裏面的生命 保障著自由 求主讓我們在生活裏面 都懂得尊重 懂得運用 我們這樣祷告 奉靠主耶穌命祈求 阿門 《生命祭》第24章 休妻和再婚的條例 人若娶妻 作了她的丈夫 發現她有不合宜的事 不喜歡她 而寫休書交在她手中 打法她離開夫家 婦人若離開夫家以後 去嫁別人 後夫若恨惚她 寫休書交在她手中 打法她離開夫家 又或者娶她為妻的後夫死了 哪有她的前夫 就不可在婦人顛悟之後 再娶她為妻 因為這是耶穌華所憎護的 不可使耶穌華 你上帝所賜為業之地蒙受玷污 一般條例 人若娶了新娘 不可從軍出征 也不可派她辦理任何事情 她可以在家清閑一年 使她所取的妻快活 不可拿人的石磨 或上面的磨石作抵押 因為這是拿人的命作抵押 若發現有人綁架以色列人中的一個弟兄 把她當奴隸對待 或把她賣了 那綁架人的就必處死 這樣 你就把惡從你中間除掉 關於麻風的災病 你們要謹慎 照利美加的祭司一切所指教 你們的留心進行 我怎樣吩咐他們 你們要照樣進行 要記得 在你們出埃及後的路途中 耶和華 你的上帝向美利暗所做的事 在經文的第一到第四節 那裡講到說 如果有些休妻的條例 以色列人做丈夫的 必須要持守 如果你把妻子要休了的時候 你一定要寫休書 如果這個妻子被休的 她可以拿著休書 再嫁給另一位丈夫 為何要這樣呢 原來當時 以色列人的女性 如果被丈夫休了 不嫁給別人 她生存的權利很少 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所以被休書 其實要保障她生存的權利 但其實這項經文是過度性的 耶穌說到是不可以休妻的 不可以休妻領取 為什麼呢 因為是神起初做人 是做男做女 是以人成為一體 不過摩西這條條例的出現 是因為以色列人的心咬 在經文的五到第七節裡 講了三種的權利 第一個權利就是 如果新婚的 你不要叫她當兵 這個是家庭的權利 第二個就是 如果別人當了東西的時候 你不可以拿她磨石做當兵 這個是生存的權利 第三樣就是 你不可以拐大你的弟兄 這個是她自由的權利 在經文的第八、第九節裡 講到說 怎樣處理那些 患大麻蜂人的善意 祭司必須一步一步 很謹慎地處理 因為麻蜂是會傳染的 另一樣的例子就是 她舉個歷史的例證就是米利暗的事件 米利暗因為她是頂撞摩西 神要罰她患大麻蜂 這個大麻蜂就是和罪有關係 神定出很多優妻的條例給男性 不過是在當時裏面 只不過是權宜之計 其實神始終都不喜歡人離婚 因為在《創世紀》那裡說 結婚就是二人成為一體 《福音書》也說到 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開 所以神看總婚姻 有妻或離婚都是神不喜悅的事 神賦予人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處境裡有不同的權利 為何有權利呢? 就是讓他合而地在世上的生活 當我們潛越了人的權利的時候 就是不適合神的心意 是潛越了人應有生存的權利在世上 令到大麻蜂的事情 神說他們要謹慎地處理 因為大麻蜂其實可以蔓延 其實我們可以想到 罪在教會當中都可以蔓延 如果我們不處理的時候 就會傳染出去 比方說有些人來到教會不純正的 教會裡面透過頂姊妹的關係 作傳銷埋賣 其實這些很不正確的 將正確的頂姊妹相交生活 成為一種得利的途徑 這個是錯誤 所以我們要立即處理 我們不要被罪蔓延 為教會守望 這集背中的金句是 要記得在你們出埃及後的路途中 耶和華,你的上帝 向米利暗所做的事 《生命記》24章9節